大家好 我是MIRROR 一直以來有很多朋友留言跟我說想看我的穿搭分享 然後我也拖了一段時間 在2019年3月份 決定要開始拍這個韓系穿搭分享 因為3月是韓國的春天 所以今集就會分享韓國春季的穿搭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韓國的衣服普遍來說 只有一個尺寸 但是有些設計是偏小的 大家看就知道我不是瘦的人 我也相信有很多我的觀眾 都不是說真的非常瘦 可能只是有點肉 大家如果像我這樣身形的話 就可以參考我的專答 我不會跟大家說得多重 我覺得數字是不重要的 大家去看我的Instagram 就會知道我戴我的身形是怎樣 我是幾乎不修圖的 我全都是在拍照的角度 但如果我覺得我是不肥的話 其實只是拍照的角度 那我就下身比較偏肥 所以這個就是一直以來 為什麼我一直都穿裙的原因 之前在韓國不是說 有一個減肥褲 穿了好像瘦5公斤的牛仔褲 其實那些對我來說 是完全沒有用的 因為 對啦 我是塞不下 那褲子 所以 我就一直都是穿裙 而且 基本上我的裙都是A字款的 之前不只有人跟我說 其實穿裙不是會中肥 但是 錯了 大家可能真的不明白 可能只有當事人才會明白 我是一定要穿裙 而且 基本上我一定要A字裙 才可以遮到我大腿的位置 因為我小腿 在見人的小腿不算肥的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小小穿搭方法 首先 第一個單品 就是 一定每個春季都會有的 One Piece 長裙 對 尿色非常薄 然後 我選One Piece的時候 我一定會看它的設計 因為 大家會看到這件衣服 其實它是 基本上沒有什麼Cutting 然後 它是在裙子的位置 有一點點 縫折位 那這一隻 對我來說 是最可以修飾身形的 因為大部分有的都是 在中間 在胸下面 或者再下一點腰位 那裡會有條 橡筋的 但是那些 對於一些不是瘦底的人來說 是非常之危險的 它的橡筋如果是做得太緊的話 如果你的胸是比較大的話 就會顯露你的上圍 如果你的肚腩又是比較凸一點的時候 一樣都會凸出來 所以 那些就是危險款 而這一條呢 但是因為它鬆身的關係 其實有機會 有時候 要看它的花紋 有時候有些花紋 會搞到好像 大套婆 那樣的 所以這個時候 就不可以單穿了 那你可以加件Cardigan 或者是 加個披肩 或者是把頭髮摘起 或者是穿高跟鞋 其實都可以 令到整個感覺 沒有那麼大套婆 那我自己就喜歡加Cardigan 或者是加牛仔外套 那第二件呢 那第二件呢 就是格仔紋的西裝外套 格仔紋的西裝外套 其實都流行了很多季的 那它在今個春 那它依然是一個大熱的單品 就是每個行妹 至少都會有一件的 但是我覺得大家選擇 設計的時候很重要 因為呢 有些會過度寬鬆 那些其實呢 就會很顯肥的 因為通常它這個肩膀 會有一個硬硬的東西 在裡面 剛剛好貼著自己的肩膀 長度方面呢 其實也是剛剛勤勤勤 不要說選得太大件 格仔紋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大家看到 現在這個是小的格仔紋 如果是有肉的朋友 千萬不要選大的格仔紋 因為呢 是完全會膨脹 而且顏色方面都很重要 它這件是淺啡色 但它同款呢 也有一件白色 我試過那個白色 是將它膨脹了一百倍 所以呢 千萬千萬千萬不要選淺色的 有很多人都可能還是覺得 哇 西裝外套會不會很正式 很嚴肅 很嚴謹 但是呢 完全不會 那譬如你裡面 可以配有文字 或者是小小圖案的T恤 因為 其實韓國 都已經穿了很久 冬天的衛衣 它們都會有一些小小的文字 或者是 左手邊會有一粒圖案 這樣 如果這樣單穿的話 你就會覺得 有一個比較硬小小的感覺 但是呢 搭配了西裝外套的時候 有那個年輕的感覺 有一點Lady 有一點成熟 然後是所有的感覺 加在一起 是非常之正的 現在所有的韓國女生 都是這樣穿的 然後下身就配上一個 銅色系的裙子 這樣就 非常之完美 那第三項單品呢 就是今年韓國呢 很流行的領子是 就像我手上這一件這樣 它本身就是一件 普通橫色的 是不是叫襯衣 但是呢 大家會看到 它的領子 是一大塊雷士 我看到最近很多衣服 它的領子都是有雷士 無論是這些衣服 或者是 Cardigan 冷衣 或者是裙子的設計 全部上面 都是由這個 雷士變 所以呢 很明顯它就是 這個春季的大熱 所以 我就入手了 它在樓的設計上面 都很花心思的 是一個玫瑰花來的 因為以往呢 這些衣服 很多時候就 可能有一個白色的樓 這樣就會圓的 但是呢 今年呢 這些套位就會漂亮很多 還有 珍珠呢 都是很常見到的 最近是流行珍珠 那髮色 很多韓妹都會用珍珠 那所以呢 有珍珠的單品 也是近期的 比較流行的元素來的 那這些襯衣 其實都是韓妹必備的 那下身襯的普通的裙子 或者穿加了Culligan 就已經很好看了 這個設計就是正常 就是每一年都會有的 但是呢 要留意就是 因為它這個位其實 比較多這些花邊 如果太大空的話 是不可以選這個設計的 因為呢 空前的這個位子 越花的話呢 代表你膨脹的空間是越大的 但是因為 幸好它這個是V下去的設計 所以呢 就不會說真的 漲得那麼誇張 然後第四件單品呢 就是這個 背心 大家應該對它不陌生 對不對 因為其實它是每一年的春季 和每一年的秋季呢 都會穿的單品 當然每一年的設計都會有些不同 其實這個是基本款 但是我自己就會選 一定要是V領 因為V領 那些人呢 才會看起來比較瘦的 然後它這個位子 會有分叉 前面短一點 後面長一點 那這一隻呢 其實會很搭配過 平腳的那隻 今年是輕短一點 而且呢 肩膀這個位子 會綠一點點 今年輕 但是 不是真的 每個人都會穿得好看 那雖然這一件是黑色 正常來說 是不是應該會瘦過這件 但是我穿上新的時候 其實是這件比較好看 這件呢 其實整個身材的比例 是會怪怪的 或者是真的要穿的話 可以是 你穿one piece 然後再套這個背心 但是那個one piece 可能都要深色一點 如果我配上我剛才這個 花裙的 其實我會覺得會怪怪的 那 但是我會覺得呢 如果是喜歡穿牛仔褲的朋友 這些背心 通常都是襯衣衣的 那你配一件白色衣衣 再加牛仔褲 是非常好看的 但是無奈地 我是下身比較偏肥 我是不穿褲 所以呢 我跟這件衣服補完 然後呢 韓國呢 今年的春天呢 流行有一個顏色就是 紫色 我真的想不到會是紫色 因為呢 我在每間店 甚至乎H&M MASPOW Forever21 我都會看到有個角落 是放滿紫色的衣服的 因為其實我本身不是特別喜歡紫色 亦都很少穿紫色衣服 我就研究了很久 究竟怎樣會穿得好看呢 這是淺色的紫衣草籽 所以顏色上的配搭很重要 不能把它撞在太深色的東西 即是黑色 深藍 那些是不行的 第二就是呢 要把它配搭一些比較 比較LADY一點的東西 即是好像我剛才這一件 它是很多這些 蝴蝶啊 或者剛才說過的這個 LACE邊 這樣去配搭呢 就一定會好看的 或者是 甚至乎剛才我這一件 文字T恤 這樣配搭了之後 然後下身 可能是一條比較 裙扒比較有曲線的裙 其實這樣配搭都會很好看的 然後這件呢 就是高嶺設計的內搭衣 高嶺的衣服 其實一直保持著 出到春天都還在出 穿了打底之後 可以加一件淺色的cardigan 或者其實是穿西裝外套也可以 但西裝外套的顏色 都不可以太深 都是要選淺色系的西裝外套 因為呢 西裝外套配搭這些高嶺是 超級好看 超級寒的 但又鑑於香港的春天 其實都不會冷得去哪裡 所以我覺得 加一件薄薄的cardigan 會是最適合在香港穿的 或者是冷一點的時候 可以加一件冬天的衛衣 這樣 就是這件是當打底三面之後 在面穿衛衣上去 這樣就會露出這個紫色的邊 因為我韓國現在是非常流行的這個穿法 就是好像我現在的穿法 其實呢 這個lacy也是 今個春季必定要有的單品來的 我現在呢 其實兩件是分開的 我穿了這件lacy 再穿一件這樣的衣服 但有很多的設計 其實它就這樣已經 縫了在領和三袖的位置 但我自己覺得呢 買一件這樣分開的 自己做配合的時候可以更加方便 但要留意就是 頸這個位置 不可以凸得太出 衣服就這個位置一定要露出來 要看到的 但是呢 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臉太圓的朋友 就像我這樣 其實呢 這樣就不可以選擇這個領太緊 這件也不算太緊 它有一點空位 還有它不會太高 有些是會這樣包到緊了 然後呢 你的臉的圓形 就會更加顯露出來 那最後呢 其實呢 我建議大家也可以買這些 不同顏色的襪子 那我自己買了黃色 然後這個是橫色 再來就是紫色 因為呢 譬如你穿紫色衣服的時候 你會覺得 好像只有一件紫色的產品 太突兀了 然後你下身再配搭紫色的時候 其實你整個重點就是 紫色為主 變相是所有東西去配搭紫色 而不是紫色去配搭其他東西 這樣呢 就可以把重點拉回來 好了 就分享了這個春季呢 一定要有的韓系的單品 其實我覺得不僅是春季 其實一分鐘今年的秋季 或者夏年的春天 都可以同樣用到 因為我真的覺得 韓國的衣服是很容易去做mix and match 我覺得是任何一個女生 都可以駕馭到這個韓系穿搭的 然後耳上分享的衣服 就是浴浴的女孩們 是可以穿到的 當然如果你本身是瘦底的話 更加會穿得好看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好了 今天這個穿搭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我講的資訊可以幫到大家 今集就是春季 希望可以做下季秋季和冬季 如果想看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和按鈴鐺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幫我按按鈴鐺我 記得follow我的IG 或者Facebook的話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動向 訂閱和旁邊的小鈴鐺的話 就不怕錯過我最新的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大家收看 Bye 下條影片